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美食频道,我是幸福的眼泪 今天我们来做个凝香椰柔马芬 这是个素蛋糕,不含鸡蛋牛奶 吃了第一口以后我就爱上它了 虽然是素蛋糕,但是成品依然柔软香浓美味 而且做法超超超超超简单 强烈推荐给大家 柠檬先把外皮给它洗干净 然后把柠檬的皮屑给它擦出来 再把柠檬对半切开 把这半个的柠檬果肉给它挤出来 注意籽要去掉 先在这个盆里有一个柠檬的皮线 半个柠檬果肉和柠檬汁 然后再加入玉米油 再加入豆奶 豆奶我用的是这个牌子的 如果不是素食主义者也可以换成牛奶 再加入细砂糖 把液体材料先都搅拌均匀 然后筛入低筋面粉 泡打粉 小苏打 再搅拌均匀 搅拌至看不到干粉 再加入一点香草精 椰蓉 拌均匀 拌匀 拌匀 拌匀以后 咱们这个马芬面糊就做好了 是不是超简单的 然后把蛋糕面糊装进裱哈袋里 再挤在纸杯里久分满 我这个大小的纸杯做了5个半 然后放进预热好的烤箱中层 上下火170度烤25-30分钟左右 烘烤完成 用牙签插进蛋糕里 没有面糊带出来 就说明烤熟了 然后把蛋糕放在烤架上晾凉 如果是素食主义者就可以直接吃了 但是我要拍视频嘛 还是要装饰一下的 把柠檬切几个小片备用 我这做蛋糕还剩一点 大概是20多克软化的奶油奶酪 在里面加点糖粉和牛奶 给它搅拌顺滑 加了这个装饰的话 就不是纯素食蛋糕了 等我有空还要再想想 纯素的蛋糕怎么装饰它 把奶酪挤一些在蛋糕表面 然后再放一片柠檬 如果有薄荷叶的话 再放一点薄荷叶点缀一下就好了 偷偷告诉你们 我放的是罗勒叶 这个蛋糕当天烤出来 最外面一层是脆的 里面是非常松软的 而且还有很浓的椰子味 我觉得非常好吃 强烈推荐给大家 今天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哦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